新美市巫谷区一间砂石厂 在今天清晨5点多中 一名年约50岁的余姓男子举枪轻声 由于附近的砂石车往来运作 声音相当大 因此当时并没有人发觉是枪声 直到死者的朋友进入他的房间里 才发现男子已经弃绝身亡 砂石厂内气氛异常 不仅警方来回穿梭 现场更拉起长长的封锁线 因为这里有人举枪自轰身亡 就在23号凌晨5点多中 这处位于新北市五谷区 城泰路一段的砂石厂内 突然传出枪响 但因为周围砂石车运作声音太大 因此没人发现异状 直到死者有人进入房间后 才发现男子已经弃绝身亡 没想到朋友进门后 却是看见于姓男子头部重弹 明显死亡 目前警方也在调查 是否还有其他引擎 也将追出这把枪支的来源 借郭宗睿 薛刚志 周静瑜 新北市报道